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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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减少了那个育苗这个环节 并且它可以减少它的用水量 它减少用水量应该是在80%左右 不像那个水道长期的建立水城 这个水量非常大 减少成本这块 最少能省300块钱左右 一米地 这还真是重粮啊 不能只算产量 更要算一笔经济账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几年汉地水道直播模式 在铁岭各地被老百姓认可 今年全市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0余亩 而为了进一步推广汉地水道直播模式 铁岭市县两级农业技术人员 更是开展了推广优质米种植 要说这水道汉地直播模式 还真是节约成本 现在这项技术经过了五年的推广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看到了这项技术的未来 而今年如果在示范区使用水道汉地直播模式 种植的优质水道获得了成功 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老百姓 接受这项技术 水道种好了 不光能让乡亲们提高收成 还有很不错的观赏价值 在我们沈阳就有这样一个水道的基地 大家非常熟悉 近几年各地兴起的稻田画是吸引不少游客 我们都知道稻田画做起来很麻烦 比如打点标记 选品种 还得选生长期 差不多的 需要很多技术手段才能实现 但是辽阳市太子河区双台子村64岁的老杨 利用五年时间一门心思就沿着稻田画 这么费心思 老杨到底要干啥呢 近看是水道远看是一幅画 如果胆子大点 走上更高处的玻璃栈道 便能看到更加壮观的景色 这幅稻田画是今年64岁的老杨 花了五年时间才最终种出来的杰作 也成了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双台子村的著名景点 总有游客慕名而来 看着自己的稻田画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 老杨也是自豪感满满 五年前 老杨承包了村里三千亩水稻田 开始种大米 可销路并不是很理想 自家大米的品质 那是没得说 都是优质豪米 可整个沙岭镇因为地理环境优越 适合种大米 种的人太多 老杨没啥竞争力 为此他特意去盘景 学习了稻田养蟹的模式 想增加点额外产值 结果没引来买大米的 倒是把白鹿引来了 老杨天天在稻田里来回走 敲着铁盆想去下白鹿 最开始还有点效果 可时间一长就没啥用了 眼看着敲盆声成了开饭的信号 这招便放弃了 看来这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的 老杨特意买了很多小鱼 装在盆里喂白鹿 可根本就不够人家吃 费了这么大劲 大米没卖出去 还到搭了不少 就在老杨一筹莫展的时候 稻田画给了他启发 就这样 老杨开始创作起了稻田画 稻田画看起来简单 只要种上不同颜色的水稻 就能形成图案 可实际操作起来没那么简单 老杨专门请了这方面的专家 过来打点标记 为了方便观察打点情况 也为了稻田画做出来之后 让游客更好地欣赏 老杨还自掏腰包 建了个栈道 你这个地方 也看不着 后来就想上事 修个栈道 修个栈道 这栈道修完以后 你只会查哪 看到的画都方便了 这是120米 你会花了12万米的 做稻田画的头几年 老杨只敢示众一些简单的图案 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用来描绘稻田画轮廓的水道 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众 白色和黄色水道虽然不好中 却是构成稻田画轮廓的关键颜色 为此老杨开始到处打听 学习不同的水道种植模式 终于克服了这个困难 随着种植技术的慢慢提高 今年的稻田画是老杨最满意的一次 来的游客多了 老杨的大米也不愁卖了 他还带领当地村民一起入股来卖大米 时间放回到五年前 老杨第一次看到道田画的时候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也能做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坚持换来了回报 未来老杨还准备创作 更加精美的道田画 欢迎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水质也叫马黄 提到他呢 不少人马上想到 就是经常在野外 咱会碰到会吸血的那种 但是沈阳法库县延迁户村 不少乡亲们却在村子里面 养起了水质 为什么要养它 水质到底有啥用 在沈阳法库县 登市浦镇延迁户村 这种水池一个挨着一个 这是干啥用的呢 这里面养的是什么 怎么越看越像水边那种 专门吸血的马黄呢 这个就是你刚才抓的那个 我们这个品种叫宽体金线质 它和这个我们这个东北吸血 那个是两个品种 那种是日本一质的分支 我们这种是宽体金线质的分支 这里养殖的还真就是水质 而且原来啊 水质不全都是吸血的 我们这个不吸血的品种 统称为宽体金线质 我们宽体金线质有几大特点 是它可以搓成团 就是说我们东北也有 但是我们东北的是黑色 它也不吸血 就我们看到小时候 我们农村会有吸到人身体里面那种 那种是叫日本一质的一种分支 它所以说它就是黑色黑肚皮 而且它不会变成团 那这个品种的水质不吸血了 它吃啥呢 它吃的就是我们平时这个 去饭店吃的那种田螺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因为这苗的大小 我们用螺的规格也不一样 把它头伸到螺的里边去 去吸食这个田螺的这个汁液 从而说可以给它自己本身提供营养 大约我们都是两至三天一位 我们每一次大约每平方米投放 大约是在半斤左右 陈志坤说 现在这里每一个养殖池里 都投放了一万维水质苗 光是一个池子 每天就得吃下去将近20斤的田螺 成本这么高 为啥要养水质呢 主要是在它的药用价值 它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它是一味主要 光纸野生的这种提供给大家用的话 不够缺口太大 所以说就是现在人工养殖比较普及 比较普遍 水质苗刚到的时候 每个水质都只有0.1克左右 等它们长到了15到20克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起糖了 经过晾晒变成干是很好的药材 我们这个水质呢 它的整个养殖周期 大约是130天左右 由于我们从南方把这个苗拉 或者是买月苗 大约40天左右 这样的话 我们真正在东北的养殖时间 大约就是90天到100天 大约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 到时9月中旬如果说是看天气 如果能多养几天 多养几天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起糖 起糖的过程就是 把水放干之后 捞出来之后我们做吊杆 大约在晴天有风的情况下 大约一天到一天半 就能达到我们所要的干度 今年是盐浅护村养殖水质的第三年了 经过头两年的摸索和尝试 今年养殖技术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那当初盐浅护村 是怎么想到养殖水质的呢 这个危检直到这个水质养殖项目 在北方还没有开展 所以说就想尝试着演进来 演到这里 进行一个 作为一个产业项目进行发展 那么2019年 我们进行了一个饲养 6月份至10月份之间 与这个南方的气候比较相近 而且呢 我们没有他们那个高温 比他们更适宜水质的养殖 李孝毅告诉我们 水质特别娇气 要想养好啊 十分不容易 光是需要往池子里撒的药 就达到了15种以上 有肥水的 有抗病的 还有改良水底环境的等等 而且除了撒药 每天需要干的活也是特别多 我们日常的话 喂锣 洗锣 还有就打捞这个池子上面 这个脏东西 包括这个锣 吃过的锣壳 我们每天早晨在四五点钟 凌晨四五点钟左右 就要往 去 往我们这个水质养殖池里边 加这个 新水 就是我们所说的井水 我们困过的水 一是往池子里打氧 相当于 二是一个把这个水体里的 这个藻类啊 过度浓的地方给它吸湿掉 这个网是防鸟网 因为这个水质的天敌特别多 包括鸟啊 青蛙啊 蜻蜓虫啊 就是说都是它的天敌 除了凌晨起来换水 每天半夜 陈志坤都必须要起来 喂一叶瓶螺 寻塘 那养殖水质这么辛苦 到底挣不挣钱呢 基建开始 每平米大约投资60块钱 苗钱大约是在100块钱左右 包括用罗用药 大约一平米是20块钱左右 这样的话 我们每平米的投资 大约是180元 呃 我们的收益呢 每平方米按照最低 最低收 能收到二斤到二斤半 呃 鲜货 现在目前鲜货的市场价的话 二斤能到二斤半的话 大约能出 呃 270到280块钱 这样的话 我们的每平米的利润 大约在80至100之间 现在的水面大约是4000平米 按照我们每平米 呃 利润是100元的情况下 呃 今年纯利润能达到40万左右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严谦户村今年成立了合作社 不光为村里外出打工的村民提供了方便 还吸引了大量的人来参观学习 寻求合作 呃 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说 一个是 这是我们一期发展 发展110多 我们接下来 明年还要做二期 二期准备再发展50亩的这个水面 呃 吸引这个 这个更多的这个老板新猪户 现在有八户的村民加入咱们当这部里面 蛮合的事 呃 资金猪 资金猪 两万 每年两万 呃 按照现在这个水资的市场行 到秋天 咱这个是 100天 分到两万 五千块钱 两万六 这家的 使之养殖项目周期短 回本快 为严谦户村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让村民实现大幅增收 下一步 严谦户村将结合实际 继续以科技兴农为理念 使水质养殖辐射全村 全镇 乃至全县 推动水质养殖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 带领更多的人 走向致富的道路 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出台 都涉及哪些品类 补贴标准又没有变化 了解具体内容 进入今天的天下三农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近期联合印发了 2021到2023年 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 新的意见在补贴范围上 突出文产宝宫 调整扩展为15大类 44个小类 172个屏幕 基本涵盖了粮食等主要农作物 以及重要畜形产品 全程机械化生产所需的 主要机具装备 其中重点增加了 秋陵山区农业生产和畜牧水产养殖 农产品初加工急需 以及支持农业绿色发展 和数字化建设的机具屏幕 补贴标准上突出有升有降 提高重点区域水稻拆秧机 重型免耕播种机 玉米子粒收获机等 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所需机具 秋陵山区特色农业发展 急需机具以及高端 富士智能农机产品的 补贴额测算比例 近日 断月稻种开始稻种收割了 这些稻种跟随着嫦娥五号航天器 进行了一次长达23天的 还月旅行 是人类历史上飞得最远的稻种 返回地球的它们 落户到了华南农业大学 实验基地大田里 经过科学家几个月的精心培育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收割了 不久后的秋季 这批中国天道的后代 将在实验室里开始预夹 并被移栽到大田里 它们有望成为百分之百 中国原创的水稻新品种 前一段时间 云南的大象观光团 可谓是火了一把 不过这段时间啊 象群逛吃逛喝的 观光成本可不低啊 谁来买单呢 难道要农民自己承受吗 哎 有保险 早在2021年 云南就开始试点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 它是由政府部门出钱投保 因野生动物造成公众 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 保险公司按照一定的标准 进行赔付的保险 像亚洲象 黑熊 野猪等国家和云南省的 重点保护动物 造成的损失都可以赔偿 目前这种保险 已经覆盖了整个云南省 云南野生菌忘记来袭 面对漫山遍野的野生菌 不少云南的朋友们 都开启了吃货模式 不过云南野生菌中的 毒蘑菇可是不少 不少人在食用野生菌之后 出现了嗜睡 乏力 幻觉等症状 云南一家医院 就收治了30多位 食用了毒蘑菇的中毒患者 有患者称 自己买了六七两剑手轻 之后产生幻觉 被人追着满山跑 还遇到泥石流和房屋倒塌 连云南当地政府 都发布了野生菌 中毒防控预警公告 希望当地人 谨慎食用野生菌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伙 野生菌虽然好吃 但是也要小心 不要误食毒蘑菇 猪肉降价 很多人都想趁着猪肉便宜 多买一点 可是冰箱放不下 该怎么办呢 四川滋阳人告诉大伙 一个好方法 灌猪肉香肠 最近四川滋阳的 反季节灌香肠生意 就很火棒 反季节灌香肠 可是一门技术活 没有很丰富的经验 可是干不了的 这不灌了二十年香肠 火腿的李师傅 最近每天从早上五点 忙到晚上十点 一天要灌出 两千多斤香肠来 对于李师傅来说 这么多人在夏天灌香肠 真是第一次见 种白菜的乡亲们 经常遇到的难题 就是白菜爱烂根 干烧心 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那啥样的白菜品种 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咱们跟着胖鸭去看看 乡亲们你们都找几步 那胖鸭可老着急了 头斧萝卜 二斧菜 一不小心地理坏呀 大伙有没有跟胖鸭一样呢 大白菜不会种 种不好的 走啊 跟着胖鸭 找专家呀 哎呀 那都老闹心了 你就说 俺家大白 我今天都不想种了 不是烂根的 就是干烧心 你说咋整个的呀 白菜呀 嗯 选不好品种 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整块 就尽量避免一些 呃 特别是这种打过这个 除草地啊 这种地块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也就是地挖地块 主要注意这两点就可以 所以说在选品种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选择这个 高抗性的 正块二号呢 可以达到40到45厘米 而且它属于这种 中装叠爆型的 老军元你说那核爆又叠爆 这爆那爆的 我又听明白 你管它咋爆 是个好白菜就行呗 中装叠爆型的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是撞一些撞得快 撞得紧啊 后期的小伙子呢 可以抢草上市 啊 还有一点呢 它这个颗呢 是属于这种啊 叶片啊 外部叶片啊 就是开展度小 开外部叶片开展度小 那么这个品种 它的这个净菜率啊 就肯定会高 它经济效益非常高 然后它产量高了 它就多卖钱了 自然而然呢 咱们这个农户的收入呢 也就增多了 产量高 产量高能高呢 前面 最高产的像正块二号 在我们去年天津测试的话 可以达到三万多斤 它的一个鲜米少 口感还好 所以说呢 它在卖菜的时候啊 是非常好卖 哎呀 胖牙这把好 那心可算是放肚里了 今儿我也先学先卖一下 种买菜地要平土要耸 肥要足 但是必须得腐熟啊 你家还有啥不明白呢 胖牙帮你问呢 口感型西红柿 好吃又好卖 今天呢 我们给您推荐一个新品种 名字好记 叫京翻田老大 到底有啥特色 敢自称老大呢 我们了解一下 他叫张国华 是隋中县永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自打种上京翻田老大之后 他的手机啊 就没消停过 消费者都是追着撵着的 要买他的西红柿 一天订单也就占 二三百斤吧 如果要是在那个 就是头年的时候 咱那个几乎就是供应用 张大哥说了 想吃这个西红柿 必须要提前预定 要不然就没有了 别看今年的西红柿 行情不好 可是他的西红柿 到现在也没低于五块钱 这都是吉林的 他一般都是东北的多 完了我这北京的也不少 就是冬天 冬天啥我就冬天 卖啥就我这个东西 所有的钱我不够卖 照着别的西红柿 最起码得高到两成吧 京翻田老大是2018年选渔出来的新品种 初出茅庐的他到底有啥能耐 敢称老大呢 这个品种啊是因为太好吃了 我们在市场推广的时候 老百姓觉得特别甜 特别适合他们口感 这是老百姓赋予他的名字 所以叫田老大 说到甜 一般口感型的西红柿糖度 能达到七以上就已经很甜了 不过啊 京翻田老大突破甜度大观 让甜度口感都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它的糖度基本上能保证 八到九个以上 如果说控水时间更长的话 可能能达到十个以上的糖度 今年京翻田老大更是披荆斩棘 在一百多个西红柿品种当中 脱颖而出 获得了金奖 今年201年6月份 在北京通中举行了一个 精金记 那个鲜石番茄那个擂台赛 当时参加品种有120个以上 它是分为中国区的一个品种 中国区品种呢 我们都是盲瓶 有专业评审专家 有种植户 然后有市民 热心观众 然后大家品尝盲瓶 都是盲瓶选出来的 含金量很高 有了这份沉甸甸的金奖 被称为老大 一点都不为过 不过光好吃还不够 想得到乡亲们的认可 产量 抗病性都得是个儿顶个儿的好 你看 你看我这个几乎 现在都说得有两个月 一次药没打过 你看现在 现在我这阳呢 虽然说我 我就是三个朋友 一个人管理不到 你看长这些 长了这么些 烂七八糟汁 也顾不过来 但是你看 你看 你看现在状态 它根本就没毛病 首先它具有现在 抗TY病毒这个特点 同时呢 它还抗根结腺成病 就是老朋友也可以重 抗业斑病 是这样 这个品种呢 平均单碎做果是五到七个 单果呢 是一百克 一百二十克 大一点 管理好的也能到一百五十克 基本就是这样 基本一百五十克左右 基本上 母产都在 三千株的话 都在一万斤以上 特别适合老百姓 抢早种植 因为它很早熟 比一般的口感番茄 都要早熟七到十天 能卖个好价钱 绿果煎 甜度高 口感好 就是草莓柿子的特征了 但是过去草莓柿子 没有专用品种 乡亲们想种出 好吃的草莓柿子来 得费挺大劲 都是通过大柿子 像半斤左右的 它是通过那种 伤害式管理 比如说减低柿子 或者像那种 像大点地区 它那种 就是控肥 控水 控出来的 就是那种特殊管理 就是把大柿子 给它管理成小柿子了 而现在通过 育种专家多年的努力 草莓柿子 有了专用品种 正常管理下 经翻田老大 就能够让大伙 挣得盆满钵满 大伙还记得小时候 在咱们厂院里面 搬着小板凳 看露天电影的场面吗 现在各地的电影院 越来越多了 露天电影不多见了 但是那种热闹的场面 还是让不少人记忧犹新 铁领县菜脱镇 就有一个电影放映员 走街串巷 放电影已经11年了 从胶片机到数字机 虽然设备更新了 但是带给大伙儿了 却仍然是满满的 欢乐和回忆 我们一起看看电影 在铁领县菜牛镇 一提起乡村放映员王峰 全镇25个村的老老少少 没有不认识他的 无论他走到哪里 就会把笑声带到哪里 十多年来 他靠着一辆小轿车 一台放映机 把电影和欢乐 送到了老百姓的心中 眼前的这台数字型号的放映机 正是王峰当放映员 十多年间用过的 咱们这个电影机 由三个部分组成 就是上边是投影仪 中间是供放区 最下层是服务器 也是咱们最主要的 就是硬盘区 大约能有五十来斤吧 天天拎着他 天天就是他陪着我 每天都拎着他 在王峰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镇里为了丰富村民们的 业余生活 从外面请专人 来各个村子放电影 那是放的 还是胶片机 随着时代的进步 省里下发数字放映机 到各个乡镇 由各个乡镇负责 为老百姓放映 因为自己是 菜牛镇文化站的负责人 再加上自己本身 就对电影放映感兴趣 王峰主动接下了这份工作 不管哪个村需要 他就开着小车 装上放映机和荧幕 走村串巷 把敌人赶开 后来 王峰发现 起初这份为了满足 兴趣爱好的工作 渐渐地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从接触放映工作开始到现在 这一干 就是十一个年头 一年开车 往返村与村之间 达到四千公里 王峰也曾想过放弃 可他觉得 多年的放映工作 让他更爱听的是乡亲们看电影的笑声 每到这时 他心里就有一份说不出的满足 咱往下 往下顺点 封哥 往下半此 往下不行了 为了让村民在看电影时 学习知识 每场电影之前 王峰总要根据农石 季节 放映一些有关农业技术 疾病防治的刻脚片 找不到相关影片时 他就通过自己购买的投影仪 为村民选片 如今 随着科技的发展 王峰通过这款投影仪 可以从网上精心挑选 更多更新的刻脚片 往返四千多公里 为村民们放电影 尽管已经开坏了三辆车 可他从未间断过 每次他的到来 总能让乡亲们 像过年一样开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就是老百姓 他会有一些人记住你 这个 这个 等到就是记住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发现你这个工作 做的是有意义的 不是每个人 就是这一辈子 都会让别人记住 这就是我 就是非常高兴的一个地方 十一年间 他走遍了全镇 二十五个村庄 放映电影 接近一万场 王峰说 他会把乡村电影 放映工作 进行到底 昨天我们黑土地 隐秘的美食 带你探秘了 锦州烧烤中的名菜 烤凤爪 其实呢 这锦州烧烤里出名的 可不只是一道菜 各位大厨委 在不断推陈出心 抓住食客的胃 你看 过去的老饭盒 也被派上用场了 这又是一道什么味呢 咱们尝尝这道菜 锦州 一座充满着烟火气息的城市 烧烤遍布大街小巷 不管是大鱼大肉 还是清新小菜 什么都能通过烤制的方式 呈现出来 可是这饭盒与烧烤 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词 竟也能碰撞出 不一样的美味 什么菜呢 饭盒虾与范范 色泽鲜亮的烤虾 配上同样是烤出来的范范 可谓是鲜香碰鲜香 香上添香啊 这道新式烧烤 最近在锦州 那是相当有名 它的创造者 就是这位 张圆圆 在锦州烧烤界 凭借一道烤粪爪 独占熬头的烧烤新柜 张圆圆说 别看这道菜 看起来用料简单 那做起来 可是大有讲究 就拿食材来说 套用一句广告语 那就是品味虽贵 必不敢减物力 它大概就是在一个手掌 这么大 一个手掌 这么大的鲜 像这种的形象 就是鲜的 4050 这个咱们一般都不采取 要这个比如肉质 比较鲜嫩还饱满 它必须它头 它不是断头 而且它的虚 它都是玩肉 这个做出来的菜 它在咱们出菜的时候 这个虚也都是粉红色的 您瞧瞧 大虾要新鲜的 品相要好看的 开背要精细的 然后才能把它放到 金针菇与粉丝上摆盘 当然少不了 烧烤美食 必不可少的一个 灵魂辅料 顺容 刚开始选了很多种 最后选择的是粉丝 跟金针菇 这两种料吧 它不争味道 它也没有味道 而且呢 这个虾 在这个烤的过程中 它会流汁 这个汁水 流到那个粉里 跟金针菇里浸泡之后 客人 很多客人都反应 这个粉 比虾还都好吃 就是它那个 完全吸收了 那个虾的那个鲜 俗话说 好码配好鞍 好船配好饭 虾的用料很烤旧 饭饭的用料 也绝不能马虎 这个颗粒特别饱满 每一粒都是一样大小 没有碎米 而且再一文 还没有煮饭的 这米就特别小 这个就是优质大米 洗三遍 淘三遍 淘淘洗洗 又三遍 漂白漂白的大米 装进饭盒后 还要加入适量的水 再倒入酱油 进行调味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不用我说 您也猜到了 该进入这道菜 必经一道的环节了 那就是烤 但烤也是有烤的技法的 自身时刻都明白 同样是烤 有的入味 有的可能就焦糊了 火盒的掌握至关重要 张媛媛给出了这道菜的火候秘笈 那就是一定要烤22分钟 这可是她经过无数次试验 总结出来的 只有这样 才能再揭开饭盒的一刹那 让香味瞬间勾起你的食欲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软弹 然后里边那个汤汁吧 原来就觉得激到那个反对 虾也特别有味 而且里边那个粉丝 我爱吃里边粉丝 您可能好奇了 这道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张媛媛说 锦州烧烤的江湖竞争激烈 食客的口味也是越来越刁钻 怎么才能与时俱进的 研发一道新菜品呢 这时家里的一个老饭盒 一下子勾起了她儿时的记忆 小的时候就是父母 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 都是有用大锅炉 用饭盒蒸饭嘛 这个原理嘛 也特别香 我就想咱试一下吧 在张媛媛眼里 老饭盒代表了一个时代 里面更是盛满了一种熟悉的 妈妈的味道 用鲜虾配米饭 不就是锦州这片土地上 独具特色的人间烟火吗 张媛媛成功了 她的成功在于她 敢于大胆的创新 更在于她对生他 养他的这片山 这片海的那份热恋 好了 乡亲们 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了 我们黑土地为乡亲们 推荐的蔬菜好品种 像这个金优315 园15604 经典1957 寒香666 还有这个鹏起406 可以直接订标了 2000颗启定 打电话4006-818-801 打电话免费送标到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免费